哈喽大家好,我是雨风,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句是咱们的UFCU City上超精彩的对决 那么这场比赛呢由我们的李小龙对阵这个来自美国的爆牙怪啊 这个美国的爆牙怪呢也是非常的强 大家看到他的牙齿啊是凸在外面的 所以这个选手其实是一个很狂暴的选手啊 他呢也是今天立下生死状要和李小龙决一死战 称自己必要拿下本场战斗的胜利啊 这个选手可以看到他身上上半身是一个红色啊 这个其实是他自己纹的一个身啊 大家看到他这个衣服不像是衣服啊 他这个确实是纹的身 然后他脖子这里啊没有纹 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纹路是很分明的 那为什么他纹了一个红色的这个纹身呢 没有图案对吧 这个其实是因为他的这个小时候啊 见过很多这个打打杀杀的这个场景 所以说红色对他来说是非常印象深刻 然后他之后长大成为了搏击手之后 用红色来提醒自己成为一个角斗士一般的角色啊 那么这边登场呢就是我们的龙哥 我们的李小龙 李小龙的话今天也是在自己的这个李小龙拳馆啊 接受这个选手的挑战 这场比赛也是在拉斯布加斯打响 可以看到龙哥一登场 后面的观众都在站起来拍手啊 人气也是达到一个顶峰 线上的气氛非常的热烈 龙哥登台准备开始今天的比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数据啊 对手的话是36岁 6.31尺 170磅 77的臂展啊 这个可以看出来啊 这个选手虽然很高 但是他的体重却没有李小龙重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这个肌肉密度啊 没有李小龙高 所以说李小龙这个肌肉啊 是很发达的 也是站到自己这个身体的一部分 很重 那么这边我们的裁判 也是在宣告这场比赛准备开打了 没有任何的问题 了咯 这边双手啊 也是在活动活动 热一下身 这边双手在蹦荡啊 在这跳舞 热身 那么这边 East Time 我们的主持人也是说 是时候准备开始今天的这场比赛了 这场经典的对决将要打响 这场比赛其实也是一个格斗里程碑啊 因为这个选手的话 他目前也是一个近百的连胜啊 几百连胜 还没有输过 所以说这一场如果说他再赢的话 将要输写格斗的新历史啊 那李小龙今天能不能阻止他 就看这一战啊 非常的关键 所以说这一场也是很瞩目的一场比赛 李小龙这边 也是 很有自信的样子啊 龙哥相信龙哥今天也能打出一个精彩的不俗的表现啊 龙哥来这么的中国香港没有任何的问题 布鲁斯利李小龙 好的那么这边我们的裁判 把两位选手叫到五谈的中央啊 进行一个规则的说明 双方也是 提醒有一个差距啊 碰拳 比赛 准备开始 廖龙这一场的话 是一场应战啊 Fight 比赛开始 两个右勾拳 打出去 对手是慢慢往后撤退 并没有选择和李小龙来一个正面的硬钢 一个正踢 一个西点 两人这边出手很快 并没有给对手太多的机会 现场的观众人沸腾了 双方各出一拳 打到对手的脸颊上 左右两拳 闪过一拳 廖龙再次打出一发漂亮的直钩拳 哎呦 这边一个西点 把廖龙击倒 这是一个抓住了弱点的地方 廖龙左腿 推一腿 挥拳踢 没有踢到 对手是亮亮向向往后撤退 这边一个右踢 哎呦 这一拳打的对手是联盟后撤 这下很危险 利小龙又是一个回踢 漂亮 一个右勾腿 左踢 非常稳定啊 利小龙这波滑飞 很稳定的 这波滑飞 哎呦 一个左踢腿踢到利小龙的下 下盘 这边弄了利小龙 防守 能不能守住 龙哥 这边进攻 再次停止 哎呦 想要出手 但是被打断了呀 这个很可惜 哎呦 两拳打到利小龙 然后这边攻击 怎么不出手呢 龙哥 龙哥可能还没寻找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对手一直在进攻 右踢 打到墙角 李小龙能不能依靠这个墙角的优势 打了 打一波 漂亮进攻 漂亮 一个回险踢 这一下子是直接给对手带倒了 漂亮 龙哥 这一场实属不易啊 面对这么强大的一个对手 自己要打出这个发挥确实是很困难 好险 好险 但还是拿下来了 这场真的是非常险的一场比赛啊 但是龙哥精彩的发挥 还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好 太凶险了 这场比赛 真的是差一点啊 龙哥 好几波都是陷入了一个劣势 但是 抓住了一个时机 完成一个反超 漂亮 恭喜龙哥 拿下了奔墙比赛的胜利 好的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收藏还有关注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再见